这里是加拿大一年一度的花展Canada Blooms 今年是2019年 今天是3月10号 我又回来了 基本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拿一个guide 就是这个地图 会告诉你这里的展览的结构 哪里有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免费的讲座 每次看这个展览 第一件事就是先要一份地图 我们要是坐公骑车来呢 应该是从这边进来 大门在这里 我现在蹲在这个位置 Canada Blooms是在后面 你要是进大门 这里有几个入口 要进大门以后 你要是看花展的话 到后面前面是home show 前面这个是卖家具 乱七八糟和家庭相关的 东西你要看花展 在后面 特别是这个大厅 所以从主入口进来以后 要往后走 这个宜记门呢 这地方就是有一片卖花的地方 每年都会摆满了鲜花 看看这个 我们先看看价钱啊 大家对价钱特别感兴趣 四十块钱一盆 这么大一盆 这是什么花都认识 这是绣球花 如果要是这种普通的白色的话呢 可能也就比较常见了 比较 这太普通了 这个呢 是有品种的 它的品种叫什么呢 叫camara 这是一个杂交注册的商标名 这是一个杂交的品种 新品种 每年都会有新的 绣球花品种出来 你看这个颜色 漂亮极了 特别是仔细看 没近了看 而且花又很大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种绣球花 有可能在多伦多 不够耐寒 它是属于Zone 5 多伦多属于Zone 5地区 这个花可能是Zone 6 Zone 6 可能冬天要是在户外过冬的话 需要很多保护才能过冬 但是这个花太漂亮了 你觉得这个四十块钱值不值 四十一大盆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至少很好看 很吸引人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绣球花 这个可能更普通 更常见 在普通的商店里就可以看到 这种绣球花 在这个时间三月份 也是有很多销售 这个多少钱呢 这是二十块钱 为什么差这么多 除了价钱 这个sorry 除了这个 为什么差这么多 为什么差这么多 因为这是无名 无牌 无商标 三无 这个是没有版权保护的品种 可能就是几十年以前培养出来的 现在版权已经过期 可以随便 牵插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大花的 巨大大花的 又漂亮的这种绣球 是有版权保护的 你不能 就是理论上讲 你自己在自己家里牵插都不行 更蒙说你牵插了 还要和朋友分享 那更不行了 这是法律 我们要尊重这个版权 这里还有铁筷子 或者叫圣诞玫瑰 这个名字 这个第二个名字很好听 圣诞 还有玫瑰 这个花也确实漂亮 但是这种花呢 是属于比较常见的花形 还有更漂亮的双层花瓣 多层花瓣的 红色的 粉色的 或者是花色的 这个再也看看它的价钱 16块钱 差不多每年都这个价钱 这个东西会越来越便宜的 它的繁殖量很高 最近几年呢 卖的在这里卖别很多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什么呢 它的花巨长 开花时间几个月 实际上它靠的是假花瓣 这个白色大花瓣 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是它的假花瓣 它可以持续两到三个月 不会脱落 这里还有鲜艳的 这是什么花 这是凤梨花 它的花色 你看有红的 橘黄的 黄的 我们也看一下它的价钱 这卖多少钱 25块钱 如果你希望 我每次拍花的时候 能把价钱也拍上 你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以后会多多的注意 分享在各个地区 不同地区 不同商店 这些花的价钱 有什么差异 请在下面留言 这里还有常见的蝴蝶兰 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花色 这个在普通的商店都可以见得到 如果你要仔细找呢 也许能找到特殊的花色 这里价钱是多少呢 30块钱 这个我比较了解 这里的价钱有点点小贵 但是很难阻挡 还是有人愿意抛腰包 这么大的活动 老远跑过来 不带点什么回去 简直是亏了吧 很漂亮 确实真的漂亮 这里还有很多肉 品种并不是很多 数量不少 这是它的价钱 包括你看看 它还有卖盆子的 除了植物以外 还有一些装饰小盆 这里是这个展览的入口的位置 它是黄金位置 所以它的租金也肯定是最高的 卖的这些花啊 它不把这个展位的价钱挣回来 它是那不就赔本了啊 所以它的价格贵 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里才是这个展览的入口 每年这个展览 花卉展 我都会拍很多视频 请继续关注 时针养花这个频道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有什么感想 请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还有更多视频 咱们下次见